四人前往赌城拉斯维加斯狂骸 谁料宿罪之后四缺一 新郎不知所踪 要知道24小时后就要举办婚礼 清醒过来的三人能否找到新郎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为大家带来喜剧片《宿罪》 一个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郎 为庆祝即将结束的单身生活 决定和好基友们去赌城拉斯维加斯狂骸一番 首先出场的是小舅子大胡子 性格古怪做事不成熟的大龄儿童 其次是化身为老师的帅哥卷发 他为了这次旅行 假借交友的名义向同学收取一笔钱 目的就是为了好好潇洒一番 以及七管炎的牙医眼镜 对女儿的话为名是从 甚至不敢告诉他 此行的目的地 四人开着古董老爷车一路急驰 开启拉斯维加斯单身派对之旅 入住凯撒宫总统套房 狂欢之夜就此开始 换装晚辟爬上天台 顺道举行了庆祝仪式 今晚大家就可以随意喝酒找女人 怎么开心怎么玩 明天起床后忘记最后疯狂 回去以后好好生活 房间内一片狼旗 眼镜发现自己少了一颗门牙 厕所里蹲着老虎 柜子里还藏着婴儿 而更离谱的是 三人找遍屋子 发现新郎不见了 明天就要结婚 上哪去找啊 昨天还约定 无论晚上发生什么 第二天都要全忘记 这下好了 真的都给忘了 苏翠带来的痛苦 让三人苦不堪言 当务之急是找到失踪的新郎 冷静下来后 开始在酒店寻找 到头来 连新郎一根头发丝都没有 卷发拿出纸笔 试图推理出昨晚发生的事 却根本无从下手 这时大胡子在口袋摸到 眼镜失踪的门牙 三人赶紧掏起口袋 眼镜在口袋里掏出一张 赌场收拒 大胡子则摸出一份罚单 而卷发手上 有一个医院的手环 或许医院可以查到新郎线索 为避免再出事 他们带上婴儿下楼取车 在等待驳车的时候 三人发现 酒店房顶有张席梦思床垫 他们连连感叹 玩的确实嗨 还没缓过时来 下一秒三人就愣住了 服务生开来的竟是一辆警车 昨晚他们居然还偷了一辆警车 三人只能强装镇定 没想到 刚出门就遇上大堵车 卷发找人心切 直接将车开上人性道 好不容易到达医院 找到昨晚给他们挂号的医生 得知三人确实来过这里 还给几人抽过血 今早结果出来 发现血液中还有致患药物成分 这也导致他们对昨晚发生的一切毫无印象 就在三人面面相去时 医生又说 昨晚他们来的时候 一直都说自己刚参加完婚礼 就在不远处的小教堂 找到线索 三人马不停蹄赶往医生所说的教堂 谁知一进门 四姨小哥满脸笑容迎过来 一问才知道 昨晚眼镜在这里和舞女举行婚礼 对方是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 原来婴儿就是她的孩子 两人甚至连结婚照都拍了 可照片上的女孩三人都不认识 三人彻底懵逼 这还算什么劲爆 四姨小哥又搬出几个箱子 里面全是眼镜要求定制的杯子和帽子 这下彻底完了 眼镜可是有女朋友的呀 谁知陪兄弟嗨一碗 居然和别的女人把婚礼结了 现在三人也顾不上场新郎 决定先帮眼镜离婚 可刚上车就有两个壮汉重来 二话不说 直接砸车 说三人绑架了他们大哥 三人更是蒙上家蒙 他们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但看到壮汉掏出枪 来不及细想赶紧开车逃离 三人根据地址 找到和眼镜结婚的舞女 这时眼镜看见舞女 手上戴着的祖传戒指 惊得一口眼气手喷出 就在三人询问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实 警察突然闯进来 将三人逮捕 原因自然是投警车 鉴于几人喝断片 所作之事确实无意造成 警察就让三人配合 来参观的学生 完成健康安全教育 亲身示范 电机器如何使用 这才避免牢狱之灾 三人从警局出来 根据警察提供的线索 找回落益车 幸好车子完好无损 不然又要赔一大笔钱 可刚开没多远 就在车上发现一只男皮鞋 所有听到后备箱里 传来敲击声 难道被他们弄丢的新郎 在里面 几人赶忙打开后备箱 还没看清正脸 就被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 一顿暴打 原来他就是被三人掠走的大哥 难怪小弟这么着急寻找 这下全被看光 瘫倒在地的几人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酒量 还想到他们会集体喝断片 此时眼镜也道出大家失意原因 他本以为酒里是自己买的摇头丸 谁知小朋友卖他的却是迷奸药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新郎 只能返回酒店 刚进门就遇到正在弹琴的拳王泰森 泰森也不废话 一拳干啪大胡子 他与公后三人多时 原来厕所的老虎是他圈养的宠物 昨晚四人偷偷潜入泰森家中 将老虎偷走 早上泰森的笼子里 找到新郎的外套 里面有酒店的房卡 这就找了过来 三人听后更加蒙蔽 这你们昨晚整得还挺花 泰森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找人 命令他们四十分钟内 亲自将老虎送回去 面对森林之王 三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在食物中投放安眠药 为老虎吃下 等药效发作将其运到车里 谁知走到半路 老虎清醒过来 好在三人身手敏捷 连滚带爬下了车 但老一车被咬得不堪入目 可怎么将老虎晕回 又是一大难题 三个臭皮匠 顶一个诸葛亮 他们推着汽车赶往泰森家 看到老虎安前回来 也不再过多追究 甚至调出监控 帮他们找人 只见四人喝得鸣顶大醉 来到别墅一顿折腾 还在泳池撒尿 尴尬的几人脚底扣地 赶紧离开 谁知刚拖险境 又遭遇车祸 原来大哥前来寻仇 昨晚和他们几人在餐厅认识 随后一同前往赌场潇洒 但在离开的时候 三人抢走大哥 在赌场上迎戴了八万元 这还没完 几人还把大哥扒光 扔进户备厢 三人不知所措 到头来 自己才是变态 而大哥只是一名受害者 大哥为了一学前耻 告诉他们 新郎在自己手上 想要赎回新郎 明早拿着八万美金 钱来交换 三人赶紧回到酒店 寻找钱包 可找了一圈 啥也没有 只能凑钱赎回新郎 把兜里掏干净 离八万还差七万 无奈之下只能搏一搏 万一单车变摩托 众人打扮一番 前往赌场筹钱 此时才发现 大胡子竟是天才 只见他赌身附体 凭借精准算牌技术 在牌桌上大杀四方 赢得盆满钵满 但树打招风 很快就被赌场的人盯上 好在早有准备 在眼镜的这对 假夫妻掩护下 几人成功带着筹码 套之夭夭 隔天一早 三人来到约定地点 熟人 看着一分不少的 八万美金后 大哥也信手承诺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谁知上帝 却开了一个巨大玩笑 赎回的不是新郎 而是卖迷幻药 给眼镜的混混 昨晚断片之后 他们紧着混在一起 之后被莫名其妙抓走 可大哥管不了这么多 钱都到手了 哪来的线心管这么多事 此时距离婚礼 只剩五个多小时 所有线索就找不到新郎 无奈之下 捐发只能给新娘打电话 交代实情 还没等开口 就被眼镜一把破到在地 拉着几人就往酒店赶 原来几人千算万算 却忽略一个事实 要知道 拉斯维加斯酒店 不能开窗户 床垫更不可能 从窗户扔出去 那真相就只有一个 新郎就在天台上 或许床垫 是他发出的求救信号 那晚几人 只是想整整新郎 就把他连人带床 扛到天台 火急火燎赶回酒店 新郎果然在天台上 此时的他被晒得满脸通红 身体虚得好像林黛玉妹 几人赶紧带着新郎 赶回婚礼现场 奈何飞往洛杉矶的航班满园 此时距离婚礼 不到三个小时 四人只能开着老医车 一路狂飙 行驶在公路上的众人 还感叹 这趟拉斯维加斯算白雷 谁知新郎从兜里掏出 价值8万美元的赌场筹码 看来这趟单身之旅 收获不小 期间他们还联系服装店 在公路上完成了换装仪式 终于在婚礼开始的前一秒赶到 新郎新娘也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 完成一仪式 而眼镜就没那么好运 母老虎对着他一顿鬼哭狼嚎 质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短信不回 眼镜听后不让大怒 终于坐了一回男人 看不惯就分手 有了备胎的男人 果然霸气 婚礼结束后 四人坐在一起 回忆着那晚到底做了什么 这时大胡子找到 单身派对 用来录像的相机 而相机里 也揭开宿醉夜的神秘面纱 那一晚简直疯狂到爆炸 这部电影叫宿醉 上于2009年 四人单身之旅 属实精彩 宿醉之后种种奇葩经历 或许成为日后美好回忆 或许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有宿醉的权利 投入的最一次 可以在醒了之后 头痛欲裂 心跳加速 忘掉过去与未来 但是头脑在那一刻 似乎被清空 所有的前缘都被抛之脑后 或许只有在这种时刻 才能发现自己真正 所想的 所要的